澳門建造商會7日晚7時 在澳門銀河國際會議中心 舉行第十一屆李監視就職典禮 企甲神年新春晚會 新一屆李監視成員在運輸公務司司長羅納文見證下 宣誓就職 大會主席鄧漢昌表示 政府推出多項政策及目標 包括1加4產業多元化策略 振興各區經濟 建築業事8業前鋒 第一時間受惠 政府持續推出各項大型基建 包括公共房屋 輕軌東線A區各項水電渠公共設施 澳門半島連接A區多條橋樑 連接澳坦第四橋的各項接駁路網 人工島污水廠等 令業界對前途一片光鳴 對祖國及澳門抱有極大的希望及期盼 李市長羅志昌致詞表示 雖防地產行業出現短暫的低潮 但政府的各項基礎設施建設上有較大需求 面對大灣區的發展 深合區的融合建設 建築業界前景依然樂觀 同時呼籲清委會的委員們積極參與商會事務 為行業及商會注入新活力 對你來看